楚桥传赵丽颖又有新造型上线 最新剧情中再次出现在人前的赵丽颖又换了一款新发型 大片分的刘海带着一点帅气和妩媚 盘点楚桥传赵丽颖发型花样真心不少呢 最近播出的楚桥传中 赵丽颖饰演的楚桥在人前惊艳亮相 发型大变样 从之前的疯婆子式的中芬马尾 变成了大片分女人味十足的边发马尾 头顶五公变边发 侧面还特意垂下两条小辫子 搭配金属发饰帅气又迷人 在这之前楚桥的发型是这样子的 前面是中芬长刘海后面绑成一个随性的马尾 在古代是很常见的一种发际造型 楚桥传赵丽颖的古装造型中 比较经典的是这一款 中芬长刘海两边是对称的小发器 跟现在的哪吒头很像 再其次就是这一款 中芬编大马尾造型眼编编成羊桃片 自自脑后扎成一束 前面还特意留下两缕碎发来拉强美形 让圆脸看着没那么肉 赵丽颖后期造型半扎 高马尾增添几分帅气感 一身黑衣秒变帅气打女 最早出道的丸子头 露出发际线可爱又俏皮 让她的包子脸迅速走红 之后演变成了前面扎的 很饱满的高马尾变甜美又减零 偶像来了中的双马尾 低渣的双马尾 可爱又简明 嫌小好多岁 知性气质的低马尾 出席活动和红毯时 赵丽颖最爱的发型 简单又显气质 还很显脸瘦 刚出道的时候 赵丽颖中爱天分长卷发 总体来说很适合圆脸的她 只是有点显老气 换成了长直发之后 多了几分帅气和概念感 而新剪的短发 更是让她找到了一种 新的打开方式 扎的小啾啾蒙炸了